简安湘工所争取110年度原住民部落永续发展召景计划 执行仁安部落聚会所 获得原民会补助金额是140万元来进行规划设计 5号晚间在仁安活动中心交开地方说明会 乡长游淑珍还有多位的县议员 其实下面代表都亲自前往倾听民众的需求 作为后续设计的参考一句 5号晚间简安湘工所在仁安活动中心 交开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地方说明会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 将聚会所用地变更还有规划设计行政进程 向部落来说明 并且倾听部落意见和地方需求 作为后续规划的参考方向 我们仁安部落聚会所 是在集安里面集结部落跟社区发展协会 共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用一笔钱发挥到三笔钱的 这样的社会效益来作为一个建设 那我们相信再也谢谢我们圆明会 给我们133万的经费 结合我们代表会通过的 7万块的智筹经费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整体规划 那因为仁安活动中心 建幣率非常的充裕 所以我们希望呢 能够达到最有效的一个设计规划 未来统整我们乡亲的一个意见之后 我们会继续争取 圆明会补助部落聚会所兴建的经费 那建设经费的最高额是1500万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最高额的补助 来寄助我们的活动中心 成为文件站跟我们社区居民共融 自信运动生活 休闲友善的空间 对于仁安多工人部落聚会所的 兴建工程当地民众也相当期待 不管是村庄的村人 或是说我们部落的族人 我们都能够充分的用到 而且每次像我们风年纪在办的时候 然后村庄可能就是刚好遇到 我们8月份办风年纪 那刚好可能遇到中秋节 他们要办晚会干嘛 他们就会跟我们会有冲突 然后在开会的时候 常常就是说部落要开会 然后村庄也要开会 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觉得蛮 有时候都蛮冲突的 然后每次这样开起来 声音都蛮杂的 觉得真的太满意了 因为这事情这样盖下来 能够让我们原住民在 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不用跟社区发展协会 来争取位置 然后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 一个开会的场所 然后这是他规划 让我们能够在户外 然后有自己的空间 而不用再说每次都是 跟大家在那边争啊 在那边躲到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 也很感谢乡公主 感谢乡长 蒋安湘公所争取 110年度原住民部落 永续发展造景计划 执行仁安部落聚会所 获得原民会补助 总预算经费 140万元规划设计 5号晚间 在仁安活动中心 交开地方说明会 包括县议员迪布斯依赖 李正文 周俊佑 及下面代表于正华 陈静德 蔡文龙 都前往倾听民众的建言 也搭起沟通桥梁 期盘工程能够符合 部落使用的实际需求 这实际情据来相报道 谢谢大家